台北股市 今天台股跌了107点 航运股的万海还打到了跌停板 这两天航运股的量有上来 市场很多人都在航运股 我想到就是一个小故事 就是说你门口如果有一个石头 你不小心出门被绊了一跤 看到你第一次绊了一跤的人会说 好可怜 不小心被石头绊了一跤 第二天出门 如果这个门上石头还是没有移开 不小心你又被绊了一跤 连续两天 这时候同情你的人就很明显的会变少 虽然你摔了头破血流 可是你为什么连续两天 被门口的同一个石头绊倒呢 那如果在第三天出门 你又被这个石头绊倒又是头破血流 这时候不但不会有人同情你 还会笑你 你看这个笨蛋 你看同一个石头在门口 他被绊倒三天 越来越严重 摔得越来越严重 所以说有些事是不能不断的犯错 不断的犯错 你的财务会变少 你的压力会越来越大 好那我们看韩育股 这是10号的新闻 好这个第三季的这个EPS是4.57 重点是前三季EPS28.37 就是说第三季比第二季 一季二季加起来都还不如第三季好 那前三季赚了28.37 你看这吓死人的数据 更重要的是过去17年的总和都没有28.37 也就是说前三季就把过去17年的总和都赚超过了 你看这多可怕的一件事情 多吓人的获利 那最后股价涨五成还是跌五成 最后股价跌五成 这怎么回事 所以很多人到现在 他不晓得韩股怎么输掉的 我公司里面有三个台大的研究员 像今天也是来陪我上节目 那我就问他们 你们在大学在研究所里面 课程有没有教你这个 为什么获利这么好股价大跌 他说没有 教授没有教这个 教授只有教股价除以EPS等于本益比 股价除以本益比等EPS 他没有教你 为什么获利大好股价大跌 学校教都是固定的东西 可是股市是变化万千的 你拿固定东西才操作股票 会受到很大的伤害的 好 因为万海今天还达到跌停板 真的是很可怜 好 万海的格局 本来反弹 什么反弹 空头反弹 因为曲线并没有翻多 它就是粉红色的 下面两线的反弹叫空头反弹 今天再度三线跌破转空 当然它转空不是一天 转空很久了 所以这一段 投资朋友 如果你做错 那我是觉得非常非常可惜的 因为这种风险是可以避开的 那你为什么没有避开 还受到这么大的伤害 好 多少人会因为一个美丽的脸孔 或是一个美妙的身材而怦然心动 最后怎么样 却露得悲惨的下场 人才良事 所以天上掉下来的礼物 通常不是什么好东西 报纸发布给你看 你花五块钱 十块钱 有时候在办公室 然后又公用报纸 看万海赚那么多钱 然后你就去买股票 然后你想 因为这样去创造很大的获利 不但没有创造活力 还赔了一屁股 不是吗 所以天上掉下的礼物 通常不是什么好东西 你要特别小心 所以娶妻莫娶美娇良 不信你问五大郎 那如果你五大郎 五大郎你怎么死的 他说我被我的老婆 漂亮老婆 这个 这个 这个谁啊 这个 这个叫什么 他跟西门庆嘛 对不对 两个合模 这个把五大郎给害死了 所以你想想看 所以为什么古代人 有传这句话 娶妻莫娶美娇良 不信你去问五大郎 因为五大郎的老婆 叫什么名字啊 潘金莲 潘金莲 潘金莲怎么样 跟西门庆合模 把五大郎给堵死了 所以说我这句话 娶妻莫娶美娇良 不信你问五大郎 当然这很可怜 好 那我们看 航运古这样跌了五成 你想想看 这一段下跌 如果你可以避得开 那是多好 因为你没有避开 就是受伤惨重 你财产就剩一半了 问题是很多人都没有避开 他没有避开 原因就是每天在念的 EPS 本益比股价 盈收创性高 最后他就避不开 这些风险了 这样懂意思吗 好 前几天就在11月3号 量又上来了 对不对 来到20%了 这叫航运股 量又上来 航运股 好像又当主流了 报纸也是一样 哇 这个航运 这个货柜三雄 重新当主流 张爱民从来没有跟你这样解盘 我跟你讲 这空头格局没有任何改变 不是吗 所以不要看到一个 好像量又上来 只有他在涨 你都以为他是主流 不一定 多产会因为一个消息 就欢欣鼓舞 大军出动 又把钱又压进去了 最后也是这样 落得悲惨的下场 全天下来都看得懂的消息 通常就不是什么好东西 懂意思吗 你看得到 每一个人 阿嬷阿狗都看得到了 你怎么可能靠这种消息 来赚大钱 那是不可能的 好不好 哈欣鼓的格局 什么格局 空头格局 他没有任何改变 他还是空头反弹而已 懂意思吗 所以你不要去乱追 乱追是没有用的 阳明也是一样 他就是一个空头反弹的格局 赚明我跟你讲 我不是今天跟你讲 我早就跟你讲了 他转空很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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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 好不好 哈欣鼓长的是什么 最近长的是空运 不是航运 长龙跟长龙航有什么不同 长龙是海运 在考船的 货归因素 长龙航航空 在空中飞的 所以我跟你讲 这波涨上来不是海运 是空运 有讲 真的吗 不是事后在那边吹牛 你看他不是创近期的新高了吗 所以涨起来不是海运 是空运 那很多人搞不清楚 赚明有没有讲 有啊 你看这个 10月8号下午2点7分31秒讲的 不是海运 是空运 有讲啊 这个文字都有写啊 有没有 有啊 没错嘛 这是当天的图卡 我跟你讲的是长龙航 是华航 不是啊 货归三雄 你不要搞错了 那我们看今天旁边上的 成交的旁边 前面的股票 货归三雄在前面 有没有 有啊 那请问有涨吗 后来万台还达到跌顶板 这格局是不对的嘛 懂意思吗 那今天涨的是什么 华航 长龙航 没错嘛 对不对 华航今天还涨了 这个6% 6.8% 这个长龙航还涨了3.8% 万台是达到跌顶板 所以很简单 这波涨的含义股是什么 是空中飞的 不是地上 不是海面上游的 是空军 不是海军 所以连这样 你都没办法判断 你怎么可能在股市里面 错股票 这样懂意思吗 所以你要用高手思维 来看这个盘面 连这个简单的判断 很多都搞不清楚 又去二次伤害 被门口这个石头 半倒不十三次 半倒好几十次了 你讲好几个月了 每天讲 每天被半倒 每天被半倒 真的是很可怜 2021年 赵云铭操作韩义股 每一档都赚钱 我没有赔到韩义股 当然你会说差利 搞不好只有做两档 赚钱也没什么了不起 不好意思 我做16档 而且有多有空 这是多 这是空 做16档 每一档都是赚钱的 高点的时候我也跟你讲 七月二十 我跟你讲 韩义股要开始以天涂隆了 赶快跑 不跑我也被修理得很惨 有讲 赵云铭23号跟你讲 我所有股票都出场 韩义股都出场了 我全身而退 赚大钱 没有赔到任何一毛钱 每一档都是赚钱的 全身而退了 有吗 所以我才跟你讲 韩义股2021年 赵云铭每一档都赚钱的 超做16档 每一档都是赚钱的 这是你想要的 可是你没有得到 那你可能是跟错人了 或许你的判断是错误的 懂意思吗 好 你敢这样跌下来 跌五成 韩义股整个跌五成 货贵三雄跌都超过六成 都很惨 高手要有高手思维 你有高手思维 你才会变高手 那如果你永远只有散户的思维 以为看一份报纸 就会得到名牌了 以为看个财经节目 就会得到好的股票了 那你就错了 这样的话 你会踏入二线的循环 懂意思吗 好不好 真正的高手不多 好 基本面反映什么 反映过去 股票要买它什么 未来 这个每个都会讲 股票要买什么 买未来 你为什么一直在看过去买未来 过去没办法买未来 懂意思吗 为什么韩义股会这样跌 后利这么好会这样跌 答案就在这里 就这张图就是答案 很多人永远搞不清楚 十年了搞不清楚 二十年了搞不清楚 三十年还搞不清楚 一大堆 有一次我去演讲 看到一个贝贝 拿一根拐杖 他也很有钱 随便拿出来 那个本作很资料很详细 每一弹买都很重 我看地业 我知道这个都超过一亿以上 一亿以上了 那你怎么做股票 我都挑了基本面很好的 我一听就知道 这个输了要买 还在每天在基本面 基本面 一听这句话就外行了 前年多的外行就输得更多 所以股票为什么 怎么操作 当你把这句话搞懂 你会觉得原来 股市的道理都在这里 为什么韩国错例这么好 股价跌五成 原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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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票是买未来不是买过去 所有基本面 EPS反应都是过去 会计师要签证 他一定拿你过去花票拿来 现在十一月 好来一到九月花票拿来 从整理好签证 当然不是九个月才签证 一季一季这样签证 三个月拿来我签证完 第三季机报发布 那些发票都是过去的 没有未来的发票 未来发票是犯法 哪能开未来的发票 到了十一月再算九月 对十一月来讲 九月就是过去的事 一到三季 现在都十一月中了 那当然是过去 那你永远在看过去东西 在买未来的股票 你怎么会做赢 懂意思吗 好面板三五赚千亿 这也是真的 也是很了不起 对不对 那请问股价在哪里 前三季都赚超过EPS五块钱 那股价在哪里 股价在这里 就跌五成 对不对 股价就是跌五成给你看 所以你看完这货背景 很心寒 你看那EPS有什么用 你还是中奖 还是赔钱 那为什么你一直看那个东西 因为你不懂那个道理 你永远都是散户的思维 你没有高手的思维 高手是要买未来的股票 未来的行情 不是买过去的行情 过去很好 未来不好 那完蛋了 股价会大跌 这样懂的意思吗 航运股 面板股都是这样 好不好 为什么它获利五块钱 股价跌五成 道理在这里 就这个道理 好不好 未来面板到底要涨什么题材 三星的QD OLED 现在已经开始发了 12月开始制造了 开始出来 生产出来了 上市了 那你想想看 这个东西 QD OLED 它是用一种涂层 化学的涂层 来改良面板的一个色彩 用了以后色彩更艳丽 更漂亮 所以我们有没有这个东西 没有 未来你要跟它竞争 哇 人家新的东西又出来 你看竞争 你看怎么竞争 所以我们友达跟它奇面 你看要怎么竞争 懂意思吗 这是很惨的事 现在新的高阶电视出来 就是这种 QD OLED 所以想想看 我们如果没有这种技术 你怎么去跟它拼 未来只要接到单就很辛苦 你衰退 电单就会衰退 衰退 获利就会不好 获利不好 股价怎么会涨 懂意思吗 10月就开始下话了 这昨天的新闻 对不对 想想看 好 那我们说行业股 面板股都一样 获利大好 可是股价大跌 原因是什么 你看营收 你看EPS 你看本益比 这是不够的 还有更重要东西在里面 那你还没搞清楚 虽然获利很老 股价大跌 为什么 因为未来可能没有那么好 股票是买未来 答案不就这么简单 所以你看这个东西是过去 已经说EPS 本益比这都是过去的东西 那怎么会赚到钱 好 操盘手应该有的思维 没有安定筹码充沛的动能 来帮助来点火 股价提升是很困难的 就算优异的获利 很好的EPS 也不一定能够带来市场的青睐 这样懂意思吗 所以题材跟筹码面 决定了股价的高度跟宽度 就是这个道理而已 这样懂意思吗 张爱明你为什么不买面板 答案很简单好不好 技术赢不过日本韩国 日本就是Sony 韩国就是三星 价格打不赢大陆 大陆就京东方 资本高投入 每一个面板长过几百亿投入 毛利非常低 所以这种高资本投入 毛利很低的公司 那你又打不赢日本韩国 你又打不赢大陆 那你买这股票的意义是什么 所以张爱明很多很多很多年 都没有做面板骨了 为什么 你知道为什么吗 这就是高手的思维 这不是我讲的 是高手告诉我的 他为什么都不买面板骨 他告诉我 哦 原来如此 不懂你就帮他学起来 现在就懂了嘛 好不好 你不懂我现在教你你就懂了嘛 股市里面永远只有两种 一个叫猎人 一个叫猎物 猎物永远是猎人 举杀的对象 能力差的永远当猎物 只有能力强才可以当猎人 我去演讲的时候 来 股市里面永远只有两种人 猎人跟猎物 要当猎物的举手 没有 没有人要当猎物 要当猎人举手 每个都举手 可是大部分都是猎物 为什么 他只想当猎人 可是他没有能力 他没有能力选股 他没有能力来挑股票 他没有能力来判断 永远只能看报纸 那你当然只能当猎物 猎物就是被猎人杀 看到猎物 猎人去生意里面打 看他在迷路 我把你干掉了 我不会跟你客气的 猎人的天性就是要杀猎物 他要跟你客气吗 所以你要当 怎么样 要当猎人 不要当猎物 想当猎人就要把能力变强 就要懂得悬股的思维 高手的思维 这是你必须学会的 未来到底要涨什么 我们说股票买未来 这个就是未来要涨的东西 高速传输 低轨卫星 电动车 元宇宙 这是2020年 明年的最重要的一个题材 这就是主力作手 现在在买这些股票 懂意思吗 这些股票或许没有很好的EPS 股价照涨不误 就这个道理 那如果这个道理搞不懂 那就继续缴学费 没办法 好 南电EPS10块钱 前三七 哎呦 涨到580几块了 为什么 EPS10块钱可以涨到500多块 好 金豪科 EPS13块7 为什么反而跌五成 现在在140而已 人家获利比他差多 涨到550了 他获利比别人好 结果跌五成 现在只有140 人家140 人家550他140 为什么 南电就这样 那为什么 金豪科获利这么好 比南电还要多 南电10块他13块 那为什么他涨不动 他跌五成 到这边 这个道理就要去搞清楚了 懂意思吗 为什么天率更好 天率上半年 第三季不得了 前三季26.38 前三季赚2.6个股本 获利这么好 吓死人 你看这数字多漂亮 来 有股价跌五成 跌超过55% 为什么会这样 投资朋友 原因很简单 因为一个是未来的题材 一个是过去的题材 这个南电做什么 做高阶载版ABF 现在高速传输 很多高级的设备 他都需要高阶载版来做 ABF来做 所以南电为什么 赚10块钱 可以到500多块 为什么天率赚26块 比他多了2.5倍 那股价才一半都不到 218 金豪科获利也比南电高 为什么股价只有140不是550 原来如此 你这个道理不搞懂 你要学会还是要继续教 继续教 不断地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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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到你想哭 没办法 股市就是这样 好不好 好 天率 总空我就讲了 不是现在才告诉你 真的有讲吗 老师你那边吹牛 你看真的有讲 五月五花东升 我们跟你讲 天率转空了 有没有 好 这个金豪科都是空头格局 这不用多说了 这叫这个道理 过去反映的是基本面 基本面反映就是过去 股票要买它的未来 未来在涨什么 未来就四大主流 四大题材 你一定要搞懂 不然会学会脚步玩 好 马斯克要做什么 世界首富要做什么 要做 星链计划 低轨微星 在地球表面打 一万两千颗的低轨微星 做什么 做通讯 给电动车自动驾驶 来做引导 做低阶的通讯 做卫星手机 卫星手机一码全球通 到南极会通 北极也会通 这个低阶的 低轨的卫星 这是非常强的 所以这是马斯克的一个计划 我们说它的市值 就等于全公司 全世界全球 5G公司的 电信公司的市值 再大一点 因为它信号比 5G信号强三倍 所以你看这个低轨微星 会有多强 好 未来是给谁用 低轨微星 上面也有太阳能板 要给谁用 给电动车用 给它讯号 对不对 甚至给将来的 地界 给这个地面的飞弹 飞弹飞行 会被人家打下来 那怎么不会打下来 贴地飞行 海面飞行 雷达少不到 那需要谁来帮助 需要地国卫星 所以它也可能是军事用途 我不是光电动车 好 太阳能 要做什么 发电 全球都在缺电 发完电要储存 储存 可以给电动车用 原来它是一连串的 都串在一起了 你看这个人 这个人看脑筋多好 他想的是未来 不想现在 结果呢 结果他变成世界首富了 懂意思吗 多可怕 身价3000亿美金 比这个比尔盖茨 比这个巴菲特加起来 都还没有他的钱多 比第二名要多1000亿美金 这太恐怖了 第二名 原来把他甩在后面 3000亿 第二名只有2000亿 你看差多少 好 那做什么 要做这些东西 做第一轨卫星 做电动车 懂意思吗 所以你说聪明人 想一定不一样 他会成为世界首富 他脑袋想一定不一样 他如果脑袋想跟一般人一样 他也不可能成为世界首富 所以他想什么 他在做什么 你就要去思考了 懂意思吗 好不好 好 那有人说 老师我买电动车 可是都没涨 你和大也没涨 这个台达电也没涨 童星也没涨 这个 新浦也没涨 为什么我买电动车 不会涨 他这样问 那你的电动车题材 不是未来的题材 你可能是这些 表面这些东西 它就没有用 懂意思吗 所以你要找对题材 电动车要涨什么 电动车也是分得很细 你大概说零组件 你做板筋 你做马达 你做线的传输 都有可能 你做这些东西 涨幅是很有限 甚至还要下跌 要做什么 在这里 电池 包含技术原料 专利 对不对 包含什么 软体 APP 能够不断的更新 这就是未来的商机 包含什么 要抢得市场的商机 所以如果你做不到这些东西 目前还没有涨 甚至还在下跌 懂意思吗 好 那我们说 最近涨的是什么股票 都电动车 低格卫星 都这些股票 这昨天的 对不对 没错 这个资料 张一鸣早就给你 11月2号就发出去了 灯耀 森达科 这个全讯 这三天 昨天是这三档股票 攻上掌停板 好 没错吗 对不对 好 对不对 昨天的 那我们看 昨天三号 化工的 也攻上了掌停板 健碳 今天是 10月11号 观棍节 他怎么攻掌停板 而且锁住掌停板 有的时候老师 健碳好像不是 低格卫星的 他好像不一定是电动车 那为什么你把它纳入这个题材 因为他知其一不知其二 才问这种话 健碳 是谁的母公司 谁看到健碳 健碳是妈妈 那个人叫台阳 台阳是不是做卫星 当然是 台阳看到健碳 他叫他说 妈妈你好 为什么台阳叫健碳妈妈 因为他是最大的股东 持股23.76% 懂意思吗 所以他持有台阳23.76% 成本二十几块 所以台阳看到健碳 要叫他妈妈 那请问他是不是 卫星开脸股 你告诉我 当然是嘛 好 建打 这个宏达电集团 漂亮哦 看到吗 赵明买的股票 一定是这种三线幻多 不会买那个不对的 你买这种股票 才有大涨的机会 懂意思吗 将来四大题材分钱 我想你很快就有机会 你买对股票就有机会分得到 你买错了 对不起 没得分 这市场很大了 兵很大了 就像钱那么多一样 你要找到对的标的来分钱 世界首富已经告诉你了 方向在哪里 就是那四个题材 懂意思吗 好 东盛文师你可以加赵明的Light 小老鼠A 2500 6999 这是我阿滴嘛 加入以后有任何问题 我们先做一个双向的沟通 把时间交给 停车 好 那么更多操作 见广海 继续再请教老师帮大家做解析 欢迎回到小甜蜜 进步的购物解析 再把时间交给赵明老师 好 有高手思维 你才会变高手 高手在想的是 明年2022年 到底市场要长什么 市场四大题材 高速传输 地轨卫星 电动车 预言宇宙 这是目前四大主轴 懂意思吗 好 你看报纸 今天的电子时报 MVD要发布新一代自动驾驶 我们说电动车 未来是自动驾驶 自动驾驶要配合什么 要配合地轨卫星的讯号 因为它比5G强三倍 由高降设下来 才不会被建筑物挡住 自动驾驶可能一秒 这30公尺 如果你时速100 3秒钟都快100公尺了 100公尺 如果你没有 你讯号断了 不晓得撞死几只猫了 当然不行 所以它讯号必须很强 很稳定 所以我们说将来 自动驾驶之后 第一国卫星 就是很大的题材 跟电动车结合在一起 这也是今天的 得力能得天下 电动车 除能 这个不是 对 是马斯克的这个计划吗 电动车除能吗 对不对 刚刚讲电动车 要配合地车卫星 这就是未来的题材 所以你要掌握得到 你才能赚得到钱 懂意思吗 电动车主要在哪里 电池 软体 懂意思吗 这里没有这个东西 你没办法去 抢在市场 电池 以前是三元电池 现在是磷酸铁 磷酸铁离电池 那磷酸铁离电池 又比三元电池 成本更低 就是因为这样 马斯克身价 又唱了好几番 变成世界首富了 把第二名甩开很远 为什么 它整个骨架冲上来了 因为它改用 三元电池把它改成 磷酸铁离电池 这是目前特色的一个状态 三元电池有什么特色 磷酸铁离电池有什么特色 你要把它研究好 懂意思吗 研究好之后 你就发现里面的秘密了 未来到底是哪一个主轴 当然就是主轴 未来来讲 磷酸铁离电池 它动能储存 可以重物充电7000次 我算了 我充电车 电车大概一天 三天充一次 一天也大概100次 那如果可以充7000次 天啊 这台电池可以用70年 那就不得了了 所以这个电池的优域在这里 好不好 你要看得懂 它终于成为世界首富 原因就是它把电动车 把这个电池改为磷酸铁离电池 然后要搞第一个卫星 懂意思吗 未来丰田要布局什么 它还是要搞自动驾驶 那只是它有点差别 它在做什么 它做的是混合动力 它不是光电动车而已 它电动车 电动车还是要结合一部分的油 或是将来的轻能源车 所以丰田也是很了不起的 但重点第一阶段 还是要搞电动车 来搞自动驾驶 好 未来车子 你看这个 有的会慢慢减少 那有的会慢慢增加 汽油车 电动车慢慢减少 那轻能源车 跟混合动力车慢慢增加 这是一个趋势 那你要看得懂 你就知道布局什么股票 好不好 张爱民今天操作股票 它抢抢棍 真的是抢抢棍 这个陆续都把它获利出场了 时间关系讲不完了 你可以加这个赖 小阿姿A25006919 跟我们做一个联系就可以了 把钱交给 好 非常感谢来边分析 请观看了本节目 本公司一所推介分析 就各表加证券 无不当之材物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请供参考 否则要自己判断 审慎评估风险 我们再会